近一段时间,俄军东方突击集群,对阿瓦迪夫卡的地面攻势已经持续了半个月,乌军高层已经调遣5-7支增援部队,试图击溃俄军的猛烈进攻,但事与愿违的是,在俄军对阿瓦迪夫卡南北两个侧翼,实施的大规模包夹进攻下,这个顿巴斯要塞区的外围已被俄军物理控制,有不少从其他前线撤下来增援的乌军部队, 也被俄军拦截击或被堵在了城郊无法入城,乌克兰军队正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,值得注意的是,据顿涅茨克当地电视频道联盟的报道称,乌克兰军队在阿瓦迪夫卡的一万多名驻军,即将面临被完全包围的威胁,该频道还刊登了对前斯巴达作战群指挥官,现任顿涅茨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佐加的采访,佐加在采访中表示, 目前由俄军顿涅茨克第一军团为主的部队,已经在南北两个方向取得重大突破,包围阿瓦迪夫卡城的闭环即将完成, 我们希望在包围圈内,可以围困一支大约一万人左右的乌军主力, 目前战斗正在按照玛里乌波尔,利西昌斯克和巴赫木特类似的结局发展, 佐加介绍称,现在俄军突击集群,正在想尽一切办法,掐住包围圈内乌军的物资供应, 人员轮换和撤离的脖子,乌克兰军队显然明白一点, 一旦俄军完成对阿瓦迪夫卡乌军的全面包围, 那么俄军东方作战集群的士兵将被解放出来, 他们可能继续向西进攻,乌军在整个顿涅刺客的后勤大本营红军村, 这将意味着乌军在整个东部防线的彻底崩盘, 早在两周前,俄军已经完成对阿瓦迪夫卡城北, 桥头堡周边区域的攻坚战斗, 这一区域目前已经被俄军完全掌握, 同在城北的乌军要在阿瓦迪夫卡交化场, 以及堆放梅灰的扎土山高地, 也已经被俄军完全控制, 在交化场以北的铁路线附近, 俄军与乌军进行了长达五天的反复争夺, 俄军自11月5日开始跨越铁路线, 继续向西进攻斯杰伯维和比尔蒂奇两个定居点, 此外来自德国图片报的报道称, 11月6日,俄军越过阿瓦迪夫卡以北的铁路线, 开始从西北方向包围阿瓦迪夫卡, 并切断了一条通往阿瓦迪夫卡城内的简易公路, 需要特别指出一点, 乌军此前曾经试图利用扎土山内新开挖的战壕, 与俄军进行长期博弈, 但却被俄军以前行攻势所包围, 甚至不少俄军突击队直接冲上扎土山, 拼死打进乌军战壕, 对乌克兰守军来了个一网打进, 在阿瓦迪夫卡南线战场, 俄军一方面继续扩大, 对乌军防线实施突击, 另一方面主动进入乌军筑类地区和205高地, 进行攻坚作战, 同时还成功控制了城南的西米克区, 完成南线河为后, 这部分俄军随后全面转入手势, 主要负责绞杀尝试增援阿瓦迪夫卡城的乌军部队, 并阻止乌军恢复战术阵地, 11月5日以来, 俄军继续在两个方向发动进攻, 在北义的俄军, 沿克拉斯诺哥罗夫卡西北地区的铁路线, 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进攻行动, 并将战线推进到了铁路线周围, 而南义的俄军不但守住了西米克区, 并向北塞维尔诺耶方向推进, 距离阿弗迪夫卡市区仅剩下一公里, 目前在阿瓦迪夫卡包围圈内, 有多支乌军部队, 包括第13、31、47、53、110机械旅, 第七是独立步兵营, 第116国土防卫营, 第二机械化营, 基辅特警团下属第四西基连, 甚至还有一支俄先部队, 俄罗斯志愿军的部队, 由于俄军的包围, 乌军不得不源源不断将增援部队, 田径阿瓦迪夫卡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城市, 致使这个要在区中, 有超过十个不同单位的乌军部队在此云集, 而且在阿瓦迪夫卡东北方向, 仍然有乌军第129国土防卫旅的部队, 试图进入俄军口袋阵中增援, 然而俄军在阿瓦迪夫卡北部部署的第114机械化旅, 已经牢牢占据了北翼阵地, 在该部队的后方, 还有顿涅茨克国民警卫队低坦克营, 作为预备队随时可以顶上增援, 在东部本来就是俄军控制的区域, 俄第9海军陆战团和地势坦克营, 已经在此处防线经营许久, 乌军多次试图突破, 都以失败告终, 而在南以俄军第一机械旅, 直接向西北方向迂回, 包围了阿瓦迪夫卡正南和西南方向, 并控制了西南方向向阿弗迪夫卡城内的交通线路, 乌军多次发动重锋, 试图重新控制这条交通线, 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, 乌军原本想要将已经迂回到, 阿瓦迪夫卡西侧的俄军推回南侧, 但最终这个反击行动也没能成功, 乌克兰守军只能眼睁睁看着, 俄军口袋震的带口越渣越小, 阿瓦迪夫卡城内的这十多只乌克兰守军的生死, 已经命悬一线, 当前为了避免俄军将这些乌军增援部队彻底包饺子, 乌军第55机械化步兵率, 正在向收缩防线的俄军部队发动多轮进攻, 并取得了部分战果, 然而这种局部战场的优势, 无法弥补乌军在整个战略上的劣势, 随着俄军不断增兵阿瓦迪夫卡包围圈, 并试图切断乌军的增援通道, 乌军很有可能将重蹈巴赫木特北围困乌军的命运, 五个多月来, 乌克兰军队在一次又一次徒劳无功的进攻中, 耗尽了北约训练的生力军和装备, 却只取得少得可怜的一点战果, 反观俄罗斯, 俄军进入秋天后, 开始在各个战线上活跃起来, 目前发力点集中在顿涅茨克什以北的阿瓦迪夫卡, 通过为三却一的战术, 迫使乌军将为数不多的部队和装备送进这个口袋阵, 成为为典打员的牺牲品, 对负责作战的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来说, 最让他恼火的是俄军越来越坚固的北翼, 也就是辛卡里诺夫一带, 原本乌军寄希望于在外围发起进攻, 缓解俄军对阿瓦迪夫卡时区的压力, 可是现在即便乌军将曾在扎波罗热作战的多支部队, 包括重建三次次的一流精锐第47机步履调来, 也很难缓解这个问题, 阿瓦迪夫卡以北, 再次出现被击毁的乌军报二坦克就是证明, 更难免的南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战线, 对比就更明显了, 大莫沃西尔卡以南, 莫克里亚历和东岸还比较安静, 西岸就热闹多了, 俄军从普里尤特尼以北进攻, 同时向东推进, 威胁河谷中的乌军阵地, 乌军在此处防御力度不小, 因为这个方向的旧马约尔斯克和乌洛扎英, 是乌军几个月来最大的战果, 但俄军还是在旧马约尔斯克以西取得了一定进展, 让河谷中的乌军更加危险, 如果俄军进一步推进, 乌军就得考虑放弃旧马约尔斯克了, 扎波罗热州的罗伯纪念一带, 应该是目前乌军最大的攻势了, 乌军同时保持对罗伯纪念维尔伯为一带的进攻, 可没有成功就算了, 俄军还发起了反重锋, 猛烈的炮火准备后, 俄军多两轮是不战车接体开火, 压制战壕中的乌军并快速前进, 这虽然不能证明俄军已完全控制了这里, 但至少能证明俄军拥有更多的主动权, 赫尔松地区可能是乌军最具政治影响的战果, 截至目前乌军依然在用登陆艇和小船, 不断将步兵送上蒂涅伯河左岸的可林基一带, 俄军一直试图清剿固守在此的乌军, 但乌军得到右岸的炮兵支援, 依托河岸边的建筑进行抵抗, 打成了僵局, 俄军无法在控制伤亡的情况下, 将这部分乌军消灭, 乌军在俄军的火力优势下, 也无法进一步扩展, 所以说赫尔松的行动只具备政治影响, 表明乌军依然在进攻, 却无法证明还能取得什么优势, 总体来看, 天气转冷之际, 似乎广袤的乌克兰战场, 也到了被封冻的季节, 除了激战震撼的阿瓦迪夫卡, 乌军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危险的战场态势, 感谢观看, 感谢观看,